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来自非洲嘉鹏的周爱乐 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3年 2008年 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父亲 敏锐地感觉到 中国的发展潜力 于是鼓励女儿到中国求学 周爱乐先是在 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 随后在北京科技大学 读本科研究生 目前共职于北京一家 专门面向非洲制作电视节目的 传媒公司 周爱乐告诉记者 过去非洲人民 能够接触到的媒体 电视节目 主要来源于欧美 因此对中国的了解很少 如今中国也开始制作 面向非洲的电视节目 而他也因为中英法三语流利的优势 成为了这些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和配音演员 他希望能够把他在中国看到的一切 传播给非洲人民 让他们了解中国 我就是喜欢中国的那个 近距化妆的 化妆的就我不会唱 但是我喜欢他们是怎么画的 我喜欢他们做面铺 我做过一个节目就是 叫非洲人怎么画 现在是文化交流吗 你看好多非洲人 他们也希望了解一下中国 因为现在跟中国的毛衣比较好嘛 然后他们也想了解其他方面呢 所以我们做这些结婚 他们请受欢迎的 然后他们发现 哇有好多地方可以去 可以去天南门 可以去唱唱 可以去好多地方都好看 周埃勒对中国的流行文化 也很感兴趣 和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 他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也喜欢刷抖音放松 甚至也会自己拍摄一些作品 抖音账号最多时 曾吸引了30万粉丝的关注 我不给 我又不认识你 不是那个 UQ微信都没有 我第一次拍 我都没觉得别人能看了 然后我发现 另外一天我都起来 我看了好多人都跟我评论 好多人看我的视频 因为就是 我爱死 好多人都能看到我 然后我以前也是有点害怕 中国人不会喜欢的 但是他们挺喜欢的 然后就是觉得 哦老外好漂亮啊 等于也是给我一种自信 在中国打拼多年 周埃勒的思想观念 也渐渐受到了中国影响 他说 非洲女孩大多早早结婚生子 但他看到中国女孩 普遍选择先完成学业 找到工作 结婚时也会选择 两情相悦的对象 他对此也深深赞同 中国让我思考 你先上大学 然后你工作 你稳定了 找男朋友 有自己的事业 能转自己的钱 然后有地位嘛 我更有自信 因为我能 我能保护自己 我能确定 我的生命 我想做什么 我能做到的 我就做到 不能做的 我就说我不能做 然后我想结婚我就结婚 我不想结婚 我也不 不结婚 找一个合适的 然后跟我思想差不多就行 因为我这就觉得 思想很重要 我不能找一个 思想很落后的 这就是中国给我们 好多机会 然后让我们改变了思想 让我们工作自信 除了婚恋官 受到中国文化影响 周埃勒说 他特别喜欢的 是中国文化中 人与人的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我第一次在中国 过年的时候 是我老师让我 去他家过一年 然后就觉得 我也觉得好奇怪 中国人也是真的 好奇怪 然后大家都在 一体包饺子 然后做菜 一体做菜 吃饭 你吃什么呀 大家都关注 有这种温暖 我离爸妈不远吗 所以我觉得 我也开心 他会这么关心我 如今 周埃勒不仅通过电视节目 把中国介绍给他的同胞 他还在业余时间 到嘉鹏驻华大使馆 帮助协调工作人员 在中国遇到的文化差异 他说 他希望能用他的能力 推动中非的文化交流 我们来看 谢谢大家